哈囉各位企圖大家好 我是GOGO先生 今天要來講的這盤對局是 深圳旭對上安國炫的 深圳旭是黑旗 安國炫是白旗 深圳旭我們應該如果常常看 我頻道或是關注一些國際賽 應該都會知道他是 目前的圍旗世界第一人 那白旗呢 這個安國炫呢可能比較少人知道 但是他在 六七年前吧還是幾年的時候 具體我有點忘記了 他也有打到世界大賽的決賽 然後呢決賽是跟柯傑下三番棋 然後還曾經在第三盤棋的時候 就是前兩盤棋一勝一負 第三盤棋的時候柯傑還差一點要輸掉 所以其實安國炫的實力也是蠻強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盤棋吧 好那為什麼我會講這一盤棋呢 主要是因為這一盤棋啊 我認為有兩大重點是非常適合給 想要升出段的或是你已經是段位的棋手去觀摩的 因為我覺得這一盤棋呢 除了你在聽我講解之外 你更要去用心的感受 因為呢這一盤棋在中盤戰鬥的時候啊 升陣序呢 他的境界真的是非常的高 這種操作的能力 我後來用我的這個這個AI去看啊 我都覺得他一開始都有點搞不清楚 升陣序在幹嘛 結果到後來才知道原來他是做一個氣質 然後再用攻擊 所以這盤棋非常的精彩 我們來看一下 好首先呢 黑棋點33 這個是我看三振序 這樣子下的機率也蠻高的 就通常是這種小木的格局 這種點33 好那白棋掛的時候呢 黑棋先反掛 然後白棋尖 然後黑棋的小尖 前面都是堂堂正正的 然後白棋掛 然後黑棋小飛 然後白棋 走這個 好 然後黑棋再打吃 然後白棋連上 黑棋也跟著連 然後白棋擋住 黑棋再拐 好 然後白棋呢再長 好 好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這裡點完33了嘛 那這一個地方呢 白棋還沒根據地 所以黑棋直接搶佔到這裡來 好那這也有一部分是因為這個地方是小尖啦 對著這一面 所以這一個價值本來就很大 如果今天這個不走的話 白棋很有可能往這裡走 好 或者是往這裡走 那這樣就是這個地方受到限制 好這個 膨脹 好所以這個 這一個棋有一種一來一回 OK好這是一個布局的觀念 然後白棋呢 飛一個 黑棋壓 好這個壓很大 因為如果你只是簡單的往這裡走的話 那白棋啊 這再飛上來 好那這個地方就可以往上膨脹 OK好 然後接著呢 黑棋壓 白棋 飛 好 那飛進來之後呢 這個黑棋啊 他其實就沒有根據地啦 好普通我們的棋都是這樣子走 但是 呃 這樣子走 我覺得也不是不行 好 也不錯 但是就稍顯平庸 好那白棋這邊就不需要採取什麼動作 好白棋可能就這裡飛一飛啊 什麼的 好這裡搬一搬啊 好那實戰呢 黑棋是這個比較積極 他希望借著攻擊把這一塊棋呢給圍起來 好 有機會還可以往上圍 好 那白棋呢這裡 他就先不動 好先走這個 那黑棋斷 白棋打吃 黑棋再倉 然後黑 白棋再爬 然後黑棋打吃 好 這段是一個棋子 這個地方我跟各位講非常重要 因為呢他到後面呢 也為我們埋下了一些伏筆啦 OK 好那這一盤棋 我覺得他妙就是妙在說 他沒有所謂的哪一手是特別厲害的妙手 但是那十幾手的組合運用啊 我覺得反而是比 一手棋的妙手還要更妙 那這種東西的妙呢 我覺得是比較需要細細品味的 好未來這邊戰鬥 實戰人黑棋在這一小間 白棋碰 黑棋斑 然後白棋虎過來 黑棋黏上 好然後白棋斑 然後黑棋打吃 白棋黏上 好那這個地方通常黑棋會選擇打吃 因為這樣子黏的話呢 實地就很損 好被白棋這樣子搬過來 OK 那這樣白棋這邊就有根據地 那這一塊棋就不用跑了 好所以這個地方基本上就是要打吃 好那這樣打吃完之後呢 白棋就可以搬 因為這地方有個段 雖然這個還不會受到威脅 但是 它總是會有一種氣景的隱患 好黑棋搬 然後白棋長 然後黑棋再壓 白棋再長 好然後這裡呢 黑棋就一路這樣壓上來 好壓上來 一方面也是想要擴張這個 好但是這個壓上來啊 它 除了擴張這個之外 它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這個缺點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一塊棋啊 有沒有發現它 面積很寬 它越來越薄了 好所以這時候黑棋啊 正常來講還是要回來補這一手 好但是為什麼黑棋又沒補呢 因為它做了一個精妙的次序交換 這種交換的位音手啊 通常 只有 我覺得只有高段比較能夠體會 好那 初段 一些低段的或者是極位以下的 可能會比較沒有辦法體會 但是我 試著去跟你們去解釋 好這個pon的妙位在哪裡 這pon啊首先 它最希望的是 我不要花一手棋在這裡圍 我希望在這裡透過這種亂碰一通 這裡蓋到外式 然後這個自然成空 好 如果今天 白棋是往這裡搬 那黑棋甚至可以連搬 白棋打 然後黑棋打吃 然後白棋連 黑棋再長 有沒有 好那這裡幫白棋可能就需要再補 那這時候黑棋就不是簡單圍在這裡 而是飛在這裡 或者是飛在這個位置 這樣這一塊是不是就 就變大了 好那這地方 給白棋多走幾個人 其實白棋目數也沒有增加 而且白棋顯得非常的重複 OK 好那這樣子黑棋的效率就會增高很多 那白棋當然也不願意 所以呢當黑棋pon的時候啊 白棋希望什麼 藉著攻擊 好如果黑棋就是簡單的這樣長 那白棋啊 基本上是往這裡走 藉著攻擊這兩顆 順勢破進來 OK 但是 就在這一刻 黑棋碰完這個交換之後 突然不理了 什麼意思啊 不是碰來 常常被搬的時候就要長啊 或者是扭斷啊 至少要做決定嘛 為什麼不理 因為其實這一顆子被吃也沒有很大 OK 這個時候黑棋就反過來 把這一塊乖乖的加強 那我們再來看喔 如果 當初 當初如果是這樣子加強 然後白棋就這樣飛 那黑棋再碰的話 這個時候 白棋就不會往這個地方走 因為這個地方走 你搬過來 其實對這一塊沒有什麼影響 要走也是走外面這個地方影響比較大 對不對 所以這也是 為什麼 黑棋先碰 而且碰完之後 白棋搬在這裡啊 將來這一帶就會有一點點味道 最後就是在這一帶啊 形成了這個 非常漂亮的氣質戰術 那實戰黑棋壓完 之後 拆這個 白棋小飛 好 那白棋飛完之後呢 黑棋再一段 這個就非常的厲害了 這個段也是在問應手 就是各種問 那如果說今天白棋這樣子走的話 這個地方呢 首先黑棋這一打吃就可以了 那黑棋如果更精妙次序的話 甚至是可以再跨 那因為這個段的時候啊 白棋如果衝過來的話 那黑棋可以衝 有沒有 白棋如果衝這個會被黑棋叫吃 再叫吃 那這個全部都死進去了嘛 對不對 那如果跨到這一下 白棋要被縮回來打的話 那黑棋這也可以打 或者你要直接先走中央也行 然後呢白棋這裡還要補嘛 對不對 那這個將來一打 又是一個非常大的關子 光是這幾下 黑棋就已經便宜了 所以呢這地方 基本上 這一段白棋大致上也只能打在這裡 那黑棋這裡就有一個隱形的先手 但是更厲害的是什麼 黑棋這裡啊先不下 他不下這個 為什麼 因為他也保留了這個 因為你基本上你下這個 或者是下這個白棋都是吃掉 但是你還 在你還不知道你要做什麼決定之前 高手都是永遠傾向保留的 那深圳序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他傾向保留 那這一代非常的精彩 我跟各位 各位可以先 仔細的去欣賞一下 甚至呢這個地方等一下你看完之後呢 你可以倒帶再重新看一下 原本這個像是白棋的地盤 然後白棋有一些些潛力往中間 對不對 好接著呢 黑棋往這裡藏 OK 欸 啊這個在白棋的視力範圍裡面 為什麼黑棋還敢藏 好 那這時候白棋啊希望怎麼樣 不但要吃 還要吃到最大 好然後被黑棋這一班 好 後來 後來就發現 哇這個一班啊 白棋正常的形狀是跳 但是 這地方黑棋一打吃 在虎口 好 這三顆子變得非常的被動 你真的你唯一能夠救的方法就是走這個 但是被黑棋滾打 然後再打吃 好然後這個反而被 被反攻擊了 所以 這地方 當 黑棋搬的時候 白棋只好乖乖的彎一個 那黑棋啊還是把這個打掉 然後白棋再提 黑棋再壓 然後呢白棋再長 這個時候我們在下棋的時候很重要 就是 呃在這種情況下呢 不要急著去救棋子 因為你這樣子救的話 你的棋會變得非常的亂 步調很亂 首先你這個救完這還是沒有活 然後白棋這個跑出來之後這個還有斷點 所以黑棋現在變成兩頭燒 好 那實戰呢 黑棋啊 就這樣子走 明明有斷點 卻給他斷下去 然後呢 再從這裡打吃 然後黑棋再黏上 欸 這樣子下完 我們發現 黑棋 不是全部都死進去了嗎 沒錯 但是這個是非常經典的棋子戰術 為什麼呢 因為本來這一塊棋 地盤就是白棋的 好你可以倒帶回去看 本來就是白棋的地盤 白棋呢其實也就是往上增加一點點 好黑棋多死了一個人 目數上可能賺了一個帖幕 但是 幫黑棋先手蓋一道外式 好 那我們其實在下棋的時候 除了你要學會棋子之外 你更要知道的是 你棋子 背後的目的到底在幹嘛 好這一盤棋 我覺得深徵序呢 他表達的非常清楚 好 也非常的高端 好 他這個棋子 蓋的這道外式作用 就是要 攻擊這一塊白棋 OK 好 然後 這攻擊呢又有分 好 有你攻擊呢 你要獲得什麼樣的利益 好我們來看一下 實在呢白棋往這裡拐 好 那基本上這個段其實是 呃 高手通常比較不太會硬直接斷 除非你確保這個地方可以 很完整的吃掉 通常都是這裡有併倒一下 的時候 才有可能去斷 因為這樣斷就確實是死掉了 好 但是你這種斷啊可能會被白棋做很多種借用 比如說 呃 比如說這種碰 好 這種碰 那你 你如果這樣立的話 這個 這一打吃 再一虎 那這三顆就死掉了 對不對 好 那如果說你選擇這個虎口的話呢 好 比如說這時候白棋啊 也可以比如說在這裡碰一下 碰完之後呢 再打吃 打吃完之後呢 再來擋住 OK 好 那 你如果這樣子吃啊 欸 這裡有一個雙腳吃 那這個就非常的辛苦啦 好 所以 呃 當白棋這樣走的時候 你最好的走法可能就只能這樣 那白棋先立 白棋好像先手活了 好 你這個地方還有 這個 還地盤還沒圍好 好 那這個其實也不是那麼的好殺 好 因為這個地方你地盤沒有圍好 這個有可能也會被 陷入危險 好 所以 這種棋 在攻擊的時候呢 高手常常會有一種 走法就是 我先看著你 但我就不動 好 我不動其實你內心也怕怕的 你就感覺這裡好像有什麼 那你也不知道 好 那這個雙方就是在比心理戰 OK 那這個時候呢 黑棋啊 先從外面找 OK 如果將來這個地方白棋所有的去路 都被切斷之後 這個一段 就厲害了 這個白棋跟這個白棋必死一塊 所以白棋現在呢 無論如何都一定要怎麼樣 跑出來 好 當白棋跑出來之後 黑棋這一班 白棋再長 好 黑棋再長 OK 那你會發現這個 黑棋攻擊的位置 有點奇特 為什麼是攻在這個地方 然後讓白棋往這裡跑回家 為什麼 等一下我們來看就知道 這地方白棋正確的走法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要往這裡斷了 好 開始要反揪黑棋 那實在 這個我覺得近乎於敗著 但是這種走法是非常安全的 然後呢 這走過來之後 他接下來有這個拐 往這邊跑 跟這個跳 往這邊跑 所以這個地方的白棋的面積是很大的 而且這地方黑棋還有一個斷 好 所以呢 黑棋啊 就簡單的這樣子走 這走呢 一方面是想要阻斷白棋往這邊的去路 那如果白棋再不離的話 黑棋下一手就是從這裡來 好 全面包 包白棋 OK 那 但是呢 這一手棋啊 也同時 讓白棋 輕鬆的拐一個 然後再輕鬆的飛一下 這個就回家了 好 那我們會發現黑棋攻擊啊 他得到了這四個人 跟這一個人 這個我們還很清楚可以看到他的作用 就是 補掉這個斷點 有沒有 因為這個一段 我們 可以從 這裡真吃 把他吃掉 那這四個人有什麼作用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的下一手就會知道 喔 原來 這一代的所有棋子 是為了攻擊這裡 那這一代的攻擊 全部都是為了把這一塊地盤給偉大 好 如果說今天從這個段啊 或是從這個長就開始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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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到的話 那真的是太厲害了啦 好 這攻擊實在太漂亮了 好 不過我還是得說 我個人認為 白棋 反擊 這個年 呃 反擊意識不夠強 齁 其實這一盤其實我甚至有一種感覺就是 因為我知道安國炫是職業高手 也蠻厲害的齁 我跟他下來我也肯定是被他打得很慘的那一種 好 我根本沒有任何的機會 但是 我總感覺他這個地方走得有點軟 好 不知道是因為對手是深增序的關係嗎 好 像這個年 這個年 這個年 我個人覺得就是應該要斷 要去 反攻擊 敵人 來救自己 好 然後呢再來 這個年完之後啊 再一飛 我認為這手拐 然後再這一飛 雖然可以最安全的把這一塊連回家 但是 近乎安樂死 好 這個地方 我覺得 應該是要 再怎麼樣都要把旗子往這裡走 或者是這樣子 不要讓黑旗這一塊成大空 你真的要殺那就來殺吧 好 就來吧 那大不了跟你拼生死 好 我認為這地方還是有可以往這裡這裡跑的機會 好 所以我覺得 這幾下 白旗 近乎安樂死 好 那我們來後面看一下簡單來看一下深增序怎麼定型 那實在呢白旗再飛 再一間 或者我唯一能夠理解的猜測 就是 他甚至覺得這樣子的空他狗 對 有可能是快旗還是怎樣判斷錯誤 那這地方呢 當白旗接的時候把這個收好之後 深增序這個拐彎 再一小間 繼續 壓破白旗 這地方你會看到黑旗好像這旗子都是在往這邊走 實際上他走的這每一步旗都在看這個 這個斷點 好 這個飛完是想要把這個地方切斷 如果白旗就簡單的這樣子走 好 那這馬上一斷 好出事了 OK 好這樣就出事了 所以這時候啊 白旗先反點 因為這個反點有關係 關係到這個打跟這個斷 所以這個地方黑旗也不能亂動 好 但是呢 這個反點完了 黑旗就很順勢的把這個白旗給割下 然後呢 白旗走這個的時候黑旗退 白旗跳一個 補斷點 補斷點的同時又威脅黑旗這個集 所以黑旗在補 好 然後白旗 終於順利的把這一個地方 徹底的聯絡 但是 他付出了什麼代價 付出了這一塊被黑旗全部圍到 白來的 然後呢 這個地方黑旗又順利割下一子 OK 然後黑旗搶到先手 這一手旗應該算是優勢下的定型 好那後面我們就簡單的來看一下 但是後面其實 嗯 也不是那麼的重要了 好 這樣子頂彎 這邊稍微讓一點點沒關係 黑旗在飛 好 這些全部都是關子 OK 然後再打吃 然後再剪 好那下到這裡的時候 我認為 白旗 應該還是有最後的機會 好那這個機會呢 就是 直接再打路了 好 或者是直接再點一個 管他的 你現在也只能這樣子 這個斷點就先暫時視而不見 好 因為實戰這樣子走真的是安樂死 好 這一間沒旗了 好這個地方基本上不太可能會出旗 好不太可能會出旗 OK 好那今天呢就是來跟各位分享一下這個 深增序的這一個地方 戰鬥 的氣質 到這邊的攻擊 好 在攻擊呢他很清楚他的目的是要為地 OK 好 那如果說呢你現在是 極位棋手想要 升段 最近這個黑暗農耀也蠻紅的 然後大家看完不知道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感想 我目前還是只有更新到第八集 最近比較忙一點點 就沒有再持續的看 好如果你有看的話你也可以 分享一下你 你最喜歡裡面的哪一盤對局 OK 好 那 呃 如果說呢 你呢也想要進步的話呢 我這裡呢有一個免費的這個 影片教學 四種維席核心訓練 他幾乎 他基本上就是在講說 中盤戰鬥的四種核心要領 好 那我其實最近的這一段 這段時間教學我也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中盤戰鬥他真的太重要了 好 布局呢你其實下得很好 好一百分 但是很有可能 最後中盤的一步棋 好 就步步錯 OK 好 那你可以先看這個影片 好 四種維席核心訓練 OK 那如果看完之後 呃 你有想要再進一步學習的話 可以在 這裡 這個連結裡面聯絡我 好 那我是購物先生 我們就之後見囉 拜拜